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好 那我們還是再交代長盛 因為時間還沒來 來看這裡 6712長盛 展望下半年 在疫情獲得控制下 法人預估營運渴望優以上半年 好 尚不包括其洽談中的海外授權 公司計畫將2021就今年所賺的錢全部 也就營養回饋給股東 可能配息配股 把今年賺的錢 這是公司的態度 任何一家公司 最重要是他的態度 好 那現在整理讓他整理吧 反正 在換手的過程本來就很難煎熬 但是有一句話 永遠不會改變的就是這句話 再看一遍 上不包括其洽談中的海外授權 那我不斷的提醒各位 長盛一定會有一天 用跳空的方式 跳給你看 蹦蹦蹦蹦 用跳空的方式 那是哪一天 反正你一定會等到 我會不厭其問每天都告訴你 好 再來就是緊接著就是 好 再講一遍 為什麼我們六七的長盛 會把裡面有一部分的錢 拿出來 不是長盛不好 可是有時候他在磨人的時候 在別的地方 我們還是可以大展身手 今天我YouTube的標 寫了一個讓各位去思考的大問題 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 你認為值多少錢 我圓系我昨天的說法 台灣的奧運金牌 國家給2000萬 地方政府再給錢 有些網紅也會給 甚至代言 就單單奧運金牌就多少錢 各位算得出來吧 附加價值有多少錢 那我請問你 諾貝爾獎 值多少錢 好 我們先看一檔股票 為什麼會只要講這檔股票 大家現在都在炒疫苗 其实我应该讲一个小故事 你认同也好 不认同也好 这是我认识的朋友 一个医生 那这个医生 是有名的医生 就是台湾的医生 结果 因为他有看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个他的 算他的病患 也算病患 因为长期都在他那边看病 那有点年纪的 像我一样 有点年纪的 好了 假设用我好了 假设是我 那你如果我是怎样好了 假设是我 那我就问我的医生 就跟医生讲 我有高血压 我有什么什么什么 哇 很多慢性病啊 那我就请问医生说 那我疫苗应该打什么疫苗 那当然医生就分析 莫德纳 BNT AZ 高端 因为台湾可以打就四种 然后就分析以后 就是说 那 谢先生 我建议你打高端 然后我就跟那位医生讲了一句话 那个算我同学好了吧 我说同学 你被洗脑了啊 那高端人家都想不好啊 那我同学就还问我一句 他说同学 你是分析师啊 你如果操作股票 待会人做股票 我一定是尊敬你 你是这样子 第一的 可是我是医生 我是中牌的医生 所有任何一档 现在可以打 在台湾可以打的任何一档疫苗 我全部研究得很透彻 他的结果怎样打呢 会怎样 我都研究很透彻 那我根据你的状况 你应该打高端 那你说我被洗脑了 那同学你是不是有事 他就问我是不是有事啊 当然不是我啦 我只是用这个方式告诉各位 这跟打疫苗没有关系 而是什么叫专业 譬如像现在我在装潢 我能去跟做木工的目标 跟他讲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吗 他不会跟我做我跟你讲 那个钱不要赚 你如果要你自己来做就好了 木工啊你来你做啊 你是你的想法而已嘛 真正的事情要相信专业啦 那我为什么要说 诺贝尔奖值多少 这六年来啦应该讲六年来 104年到现在 其实理论上台湾本来 如果台湾 如果台湾 还要好因为MRN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困难的啊 所以我今天YouTube的标就写得很清楚 诺贝尔奖值多少 不成功台币775块钱 如果得奖呢 我认为就是美金775元 就是美金775块钱 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张股票 这张股票叫浩鼎 104年12月18他755 好 那当然现在剩下一百块 六年了 那各位都知道浩鼎是翁启卫先生 也就是算他的 当时算他 他就是个代表人物 那好我们讲结论吧 他解盲就是我们叫解盲没有完全成功 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标准嘛 问得好 对不对 他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标准 所以他就下来 那经过了六年了 这六年来 其实一个讲浩鼎并不是翁启卫先生 他专门研究的区域 他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翁启卫先生不是在研究这个啊 翁启卫先生研究什么 来看这里 来 他发明了程式化的一锅式 酵素反应 癌症研究 细菌及病毒感染跟免疫功能 然后带来疫苗研发 以治疗的新机会 开发什么 糖分子相关的糖蛋白 广效流感疫苗 包括现在的广效型疫苗 还有糖晶片等 糖晶片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为什么在美国 我们说有一个泥板的贾伯斯 用滴血检测身上时候的毛病 我说那个是骗人 但是那个观念是对 一滴血可以不可检测身上的时候的毛病 现在不可以 没有办法 未来会 但是血啦 我们不要讲一滴 一些来要管啦 因为血要多一点 有时候一滴不准嘛 血是可以检测癌症的 癌症就是我们的细胞有糖分子 癌症的细胞 糖分子的排列 跟一般的正常细胞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糖晶片是可以检测癌症的 那当然现在 翁启卫跟他的基因研究中心的 马车团队开发广效疫苗 也就是他现在找到一个M31A7 这个M31A7 他对抗无碍病毒的能力是现在全球所有单株抗体治疗方法的百倍以上 这是什么时候 来看 这是9月8号 所以翁启卫除了拿到欧尔夫化学奖跟努比逊奖以外 今年会再获得威尔许化学奖 那只要拿到这两个奖的人 通常就是诺贝尔奖 这未来翁启卫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那6年的 我请问你 我刚刚说讲的台湾人给销嘛 大家都去打欧启卫啊 你们去打啊 打到现在大家 你看大家在抢疫苗 我说如果当时大家理议欧启卫先生 让他专心去研究 搞不好像这种新冠汇染 无碍汇染的疫苗 台湾早就有了 台湾的研发能力 怎么会输 怎么会输莫德纳 所以我一直想一想 我们大家专业嘛 大家要去销啊 你就大家去打欧启卫啊 对欧启卫不友善啊 那经过6年了啊 对不对 那我可以解读浩鼎没有成功嘛 可是浩鼎其实也不是翁启卫的代表嘛 翁启卫真正代表是这一家公司啊 就是我每天告诉你的这一家公司啊 来 就是他找到了 来 看到吗 M31A7的抗体 好 叫所有现在市场上的高百倍以上 那我7月1号开始我就每天都在提醒各位 我叫专业啊 我讲免疫细胞 从2018年4月15号到现在已经2021年了 就一档免疫细胞长盛到现在 我仍然还没有放弃 为什么 其实不叫没有放弃 因为他 他那个 合资跟售减还没来嘛 我怎么有可能带会人钱出掉呢 然后这个过程因为他正在整理换手 所以我就7月1号开始 我就请我的会员进来 慢慢的布局这档 广效型疫苗 那其实人生是这样子的 我每次其实这个很正常 散户永远是散户嘛 说一个很浪费的你知道吗 我7月份会会收多少钱吗 8月份会会收多少钱吗 7月份节目会200 8月份会完节目会是200 我7月份8月份收进来的节目会 我跟你讲 比一个人的薪水那少 简直比那个 比那个公读生的薪水还少 不要说我没太败给我们 我问你 你要做老师吗 那问题是不是谢老师讲错 不是啊 不是谢老师讲错 不是谢老师讲了100档股票啊 让各位去设二标不是啊 谢老师只讲一档股票 长盛以外就是这档广孝型二代疫苗 我都没有改变啦 记得吗 来再拿一遍 我说他潜值是100亿 7月1号他的市值65.7亿 未来有15.2倍的空间 这叫1000亿喔 潜值喔 而且这潜值我也拿给各位看 2013年 也就是2013年的3年后 渴望要登为最大的升级期限 要潜值超过1000亿 2013啊 再加3年2016啊 然后现在2021啊 你不用去等8年啊 这两个月来没有人理我啊 他当做浩呆的 当做亡啊 现在是空门的 你的股票每天都10天啊 对不对 谢老师的股票也没去啊 看一下来看一下 来 谢老师的股票也要 我每天我都讲一遍 他市值多少钱 好看到没有 35.75 好你注意看喔 好那金价35.55 最低是34.85 我们先看今天等一下再来讲全部 好我们先看 好我们先这样过程 来看一下过程 我拿 这全部都是嘛 好了来 35.57前一天 来 7月要金35.55 好35.55 好7月2号金37.44 好37.44 7月2号金39.18 好39.18 7月6号金39 金价啦 好39号金7月7号3 8.76 7月8号3 8.76 金46.63 好46.63金52.24 你所看到的这下面是跳动的 你看这个就跳动了 银搜什么都跳动了 所以我你看到我拿出来的所谓表格 都是当下印下来的 没有后制的 什么叫后制 后制你看到一些顺目字而已 堵自己揉 有时候里面都错的 他只是告诉你一个掌停板 其他里面都错的 你们都不知道 你看到那掌停板都不容易 这个完全是真的 这不能你现在印不出来 因为这个是当下 你看7月9号几点几分印出来的 好 52.24 58.14 7月12号礼拜一 58.14 5625 5625 4936 又回到50块以下了 看到 493651 7月15号 我几乎每天都讲他50块50块 没有人理我啊 再来 51块51.34 51.34 51.34 49.58 又是50块以下了 49.58 54.38 5438 5086 5086 49.71 我都更讲他50块以下 50块以下 4971 4906 4906 5018 5018 4993 你看又50块以下 7月28号 4993 4914 7月29号 4914 5105 来 7月30号 5105 5245 8月2号 5245 5319 5319 5328 5328 5164 5164 5131 5131 5355 5355 5443 5443 5381 5302 519 519 96 5381 5302 这有对 颠倒 11 你看 我马上就知道 5302 5196 5196 5154 5154 508 50.8 你看 你看这个都时间3.0 3.0 30什么什么都是现实印出版的都不是造假的 不是货制的508 5019 好 5019 4906又50块以下 4906 4897 4897 5154 5154 5197 5197 5111 5117 5117 5075 50.6 52.32 5232 5449 5449 53.8 53.8 53.15 好 5315 5191 各位 7月1号是不是乃拉近 34.85在这里 你刚看到34.85在这里 好 9月1号51.9 各位在这里 为什么我拿5月9月1号给各位看 我不断的提醒你 蔡明星 互帮的董事长 这是8月27号 他买52.5 他买52.5 为什么要买 我说 这个股票这么便宜 是因为 中央研究院这些 专利发明者 因为他有分股票 我说他假设分1000万 他就 综合守得税 要缴400万 他的薪水 要那么多 那怎么办 就卖股票 所以才有这么便宜 我每天告诉你 我说 有时候 有时候这种事不能讲 那我每天都都暗示 暗示明示 你把董事长讲好大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一个老婆生而已 很高 把你分析师都很多老婆生 所以很聰明 然后9月2号 5 4 1 3 9月3号 6 1 2 8 来 9月6号 6 1 2 8再来6 8 3 9月7号 6 8 3 6 9 9 1 9月8号 6 9 9 1 6 7 1 3 今天 来看今天 注意看今天多少 75.41 今天最高多少 80 75.41 我请问你 我有改变吗 34.85在这里 有看到 34.85在这里 今天80在这里 我问你 你会不会算吗 会吗 80把它除以34.85 多少 你去把它想象中 好屁喔 长盛好了 长盛假设 348.5块 好 今天是800块 我问你好了吗 帅老师 没那么傻 没那么闪闪 我有讲说 我在刚开始 我在教会买股票的时候 都没有人理我 有时候我当分析 有时候当分析 是当到 当到有时候自己会花瘾 到底是各位有事 还是我有事 没有涨的时候 没有人理我 连会也没有 7月份8月份 收到会会是 懒惨的 200万 200万一个月 我收到懒惨的 我说你要不要当老师 如果今天我是讲一档股票 比如说我 我讲那个 大力公6000多的时候 我收不到会员 OK 股票涨到6000多了 你还收什么会员 不是啊 股票30几块没有会员 现在是80了 那什么时候会有会员 我今天标题显得很清楚 YouTube标 775块我就有很多会员 你相信吗 当这两国如果来到775 为什么我讲775 因为我认为 总要还人家公道吧 以前的号令有755 他是没有成功的 而且他不是翁祈卫的全部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给他一个know how而已 可是这档公司是 几乎是翁祈卫的全部 因为这种研究院 有一半的股权 那现在没有 因为有增资 所以现在剩三分之一的股权 国家有三分之一的股权 那各位好好去思考 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更精彩的 休息一下再回来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我Youtube的标 写一个弄贝尔奖值多少钱 我说不成功就755 台币 如果得奖 我认为会超过755块美金 美金 美金要乘以28 来 耗顶 104.12月28 755 我们解读叫解吗 没有完全成功 其实也不叫没成功 其实是没有完全成功 结果 翁启卫先生好像被过街老鼠这样打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有其他关系 所以我说这是台湾的共业 经过了6年 如果翁先生拿到了诺贝尔奖 因为他已经拿到奥尔夫 罗宾逊 再来威尔徐 拿到这些两 只要拿到两个奖 未来都是诺贝尔拿到诺贝尔奖 所以他会不会拿到诺贝尔奖 如果是 他花了30年所主导的糖分值 糖金变糖碳针 这个系列的东西 总共有总共专利 总共专利超过100个专利 那这一家公司的股票 你告诉我应该多少 这我昨天讲说 我为什么要做生计股 你就把自己当作天使投资人 你有点闲钱你就拿来投资 你让这些生意公司可以运转 我再讲一遍好了 这家公司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拿了 拿了钱给中央研究院研究发展 结果钱烧的现在差不多了 那按照合约时间到要把 以尔特业给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都不用你继续烧 把他烧 你有这个度量吗 再也有点成功了 钻石生计基金就拿了12亿 请专利就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就6亿给这些专利发明人 那6亿就大股东嘛 那6亿的意思代表说 他每张股票就20块嘛 钱一直烧 一直烧到12亿也没有了 那中央研究院又跟这些大股东说 钱不够呢 能不能再给我16亿 结果这些大股东 钻石生计基金这些人说 16亿我给你32亿 我说前中华民国 没有一家公司 没有人 这些有钱人会 你稍微有钱都还拿钱再给你 而且double给你 没有这种的 只有在翁启卫身上 只有这一家公司 结果后来说不然折中 就拿了24亿 也就是限征6亿 那时候股本变成18亿 那这些大股东是20块 再加后面的40块等于60块 那你把它除以2 等于他 他成本是30块 30几块我不会叫人家买 这30几块 我跟你讲 各位你们都忘记这是金控的大老板 他为什么身价可以好几百亿 好几千亿 为什么 难道他比我们笨吗 他会拿了12亿再加24亿 总共拿了40亿进去 你告诉他要拿多少回来 我问你这个问题就好了 所以人的眼光要放眼 我现场每隔一刷200万的节目费 我不在乎为什么 我不是为了要收多少费人 而是我今天心情很爽为什么 我说老天爹终于建顾我 他会在其他地方给我很多 我说人生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钱 我烧节目为我烧钱有什么关系 只要有几个人跟着我大转就好了 想要操作的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